這兩年的成長 最主要是接觸到很多夥伴 去學習人家成功的模式 然後再回來修改成 我們自己在電商這一套 我們自己的營運模式 爐桌機械生產機密汽車隱形零件 原有自己事業的二代女婿羅正佳 選擇協助公司投入電商 全是受到愛妻產前在代產室的感召 他就很安靜的說 等也是等 那來做點事吧 他就把他的平板拿出來 還是在做阿里的業務 是因為這件事情讓我很感動 我更下定決心幫他完成更多事情 我們才開始布局 我們整個電商的一個策略 羅正佳為愛走進電商的第一步 就是延續董事長林文玉工匠精神 擦亮蘆洲機械電商品牌 技術就是慢慢累積啦 就不是說一天兩天就交交你就會了 有些米港很多啦 羅總監也抱持越分享越成長理念 擔任業師培育青年電商人才 就沒有人才沒有人力 我們其實在做電商是很吃緊的 那後來我就說 那就是無私的去把所有技巧分享給學生 加入阿里巴巴成為電商後的校益 羅總監認為除了獲利外 企業在整體發展上也有轉變 看到很多網上朋友 他們其實對於電商這個區塊 是不敢投預算的 我們老闆也是一樣啊 那我在做廣告的 傳產沒有在做廣告的 加入電商我們改變了 我們主動去找客戶 二度參加阿里巴巴十大網商選拔 名列前六至十強 能獲得這份榮耀 羅正佳有話要說 我還是最感謝的是太太啦 其實這個講座應該是他的 我只是執行者 如果沒有他當出這個決定 我們不會有這個獎盃 我們在這家公司的存在 其實是因為我們老闆 也就是我岳父 那如果沒有他支持電商這條路啊 他沒有這樣支持的話 可能也沒有今天的 就是今天的我在站在這個台上 所以這兩個是我最想要感謝的